秋天是思念的季節 今年秋天和我一起定個思念的約定吧 記得我們有約 中間綜合台 十月一日 每周六晚上十點 而民進黨總統的參選人蔡英文 週末在桃園密集掃街拜票 主攻的是客家票倉 有民眾立刻送上了自製的小豬鋪滿 蔡英文想要繼續催化小豬旋風 但是卻深陷在泥巴站中 立委陳明文說 陳銀柱是個好人 讓蔡英文被問到這個問題相當的尷尬 她只說沒見過陳銀柱 不知道她是好人還是壞人 要大家去問 見過她兩次面的馬英九 搭乘防彈掃街車沿路敗票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到桃園中立替黨籍立委輔選站台 許多民眾看到蔡英文都停下來 給予加油打氣 對於上個禮拜才說陳銀柱是黑金 昨天自家同志口中變成大好人 讓蔡英文難免尷尬 我不認得她我也沒看過她 我也沒辦法評斷 我們的總統見過她 去問一下總統的話 蔡英文把球丟回給國民黨 對於對手指控她兩度求見組頭 陳銀柱沒有多做解釋 倒是對於馬總統 批判大陸導彈對準台灣 說這都只是選舉語言 那麼至於飛彈的事情 過去一段時間也很少聽總統說 現在說倒是因為跟她的選舉的事情 有關才說了 把她自己做的小豬 要送給我們的蔡主席 謝謝 掌聲給她鼓勵 蔡英文 一定是 蔡英文 對 巡摘議題藍綠攻防激烈 蔡英文的小豬威力持續發燒 看到民眾自製小豬 蔡英文很甘心 特別創意的小豬 那麼這代表的是創意 也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參與的這一次選舉 我們大家都想改變台灣 下支小豬旋風的優勢 蔡英文連續兩天 桃園跑塌造勢 大選倒數不到50天 除了替立委輔選站台 也替自己拉抬身勢 專選朱建委和趙偉 SN小組桃園採訪報導